传说有一霸王谢甲穴 一挂管三山三穴相连 三穴分别对应财穴 全穴以及智穴 相传只要把仙人葬在这里 后人便会得到相应的福运 可惜的是运程只有24年 这对师兄弟精通风水之道 他们跋山涉水 终于找到了这样的宝地 师兄如今已是家财万贯 他要把自己葬在这里的全穴之上 让后人有至高无上的权利 师弟文言急忙阻止 他告诉师兄 此穴上空赤字连天 就算后人正得权势 也必定是个暴君 且埋在此穴 一旦天变后人必遭雷劈 但此时师兄已经鬼迷心窍 根本不听师弟的劝告 况且这个秘密只有两人知道 师弟明白 师兄为了保守秘密 一定会杀他灭口 晚上他把穴位图刻在落树牌上 然后藏在了石狮子里 希望后人发现后能把穴位毁掉 而他则连夜出逃保全性命 谁知师兄早就撂倒了他的行踪 带着人拦住了他 师弟奸壮只能奋力逃走 却不慎被师兄击倒在地 关键时刻 管家老王及时相救 才能让师弟惨死枪下 可惜老王却身中树墙 他吊着一口气 说他知道两人找到了霸王谢甲穴 恳求师弟能将自己埋到财穴 他们家五代都穷窥潦倒 全是奴仆的名 如今他死了 希望自己的儿女能够衣食无忧 师弟为报救命之恩便答应了老王的请求 之后他还把自己的老爸葬在了秩序 并嘱咐老王的子女将来大富大贵之后 别忘了照顾自己的儿子魏斯里 多年之后 老王的女儿果然成了大企业家 魏斯里则成了顶尖黑客 他经常将病毒攻进别人的系统 从而勒索钱财 巧合的是 这次他的目标竟然是老王的女儿安娜的公司 安娜也不甘示弱 请了高手和魏斯里较量 终于解析到了他的身份 看着这个名字 安娜猛然想起了师弟的嘱托 这边警察也找到了魏斯里的位置 魏斯里健壮赶忙逃跑 谁知这时 魏斯里突然头痛欲裂 从高空摔了下来 幸好安娜及时赶到 把他救走了 来到医院检查后 魏斯里才知道自己得了脑瘤 安娜文言有些诧异 他觉得这跟当年父亲埋到霸王谢甲穴有关 因为他的哥哥在两年前去世了 如今公司也日益下跌 这样算下来应该是运程一满 随后在和魏斯里商量后 他们决定一同前往加里南 找到穴位之后毁掉他 但新的问题又出现了 两人并不懂风水 幸亏魏斯里有一好友长青 对于风水很是精通 三人假借投资的名义 来到了加里南 迎接他们的正是师兄的后人 老二卵文凤和老三卵文豹 原来阮家的势力早就渗透了加里南军队 老大阮文龙更是官拜大将军 此人残忍暴虐 未达目的不择手段 安娜几人到达当晚 总统就设宴招待各国贵宾 这边总统刚上台讲话 阮文荣直接冲了上来 扬言要让总统下台 总统说到挑衅也不甘示弱 一番言语较量下 两人决定让当场人投票决定 刚来就遇上这种场面 维斯里很是慌张 盲问长青现在该站在哪边 长青看了一眼罗盘 告诉两人 待着别动最安全 果然等所有人站好位后 阮文荣一个手势 一架直升机就猛然冲出 将总统扫射至死 阮文荣成功成为新政权 刚上台就实行暴政 对在场所有财团放下狠话 是我者昌你我者亡 如今事态严峻 维斯里几人只能表面假装顺从 暗地里则继续调查 霸王谢甲穴的下落 深夜三人潜入总统府 想要找到落书牌 布料查找中不小心触碰到机关 随即地板分开 一块诡异的暗台升起 长青剑状打开风水盘 一番检测之后才发现 这竟是阮文荣建立的军事基地 而其位置就在霸王谢甲穴 如果再配合鹰血发动战争 那么必定会生灵涂炭 如今另有所获 三人准备先回去 之后再一同商议 没想到警报却突然响起 阮文龙阮文豹带着手下赶到 随后一番扫射下 房内的石狮子成功被击碎 阮文龙发现了藏余其中的落书牌 并把它锁进了保险箱 这一幕正好被躲在一旁的安娜看到 与此同时 魏斯里和长青不熟悉地形 逃出去后又跟着一群风水师一同被抓 一番观察之后 魏斯里才发现 这些风水师全是之前阮文龙请来 帮忙建立基地的 如今他们任务完成 命述也该结束了 在阮文龙的示意下 阮文豹开始一枪一个小朋友 眼开就要轮到自己 魏斯里不甘心就这样死掉 随即他躲掉子弹 用拳脚功夫对付起了他 长青深觉事态不妙 光芒起身告诉阮文龙 所谓阳居一把扇 阴血一条线 光口和落之术是不够的 不过自己精通风水 可以留下来帮他完善 阮文龙觉得有道理 便留了他们活口 此日阮文凤把长青带到一处偏僻的地方 让他赶紧离开 他并不相信什么风水 觉得这都是迷信 长青见状很不服气 声称只要阮文凤把他带到父亲的坟墓 他就能改变阮文龙的性格 阮文凤很是狐疑 但还是把长青带到了坟墓 只是这一番推测下来 长青惊奇地发现 这个墓穴是个凶穴绝地 葬在这里一定会断死绝孙 且这坟头上的草磊落如丝 一看死者就是应年早逝的女人 阮文凤觉得 长青是在胡说八道 气氛地冲他脚底开了几枪 这座坟墓他都祭拜了十几年了 怎么可能会有错 长青看他不信 用一只木棍插进墓里 最后往上一拉 就带上来一块棺木 长青让阮文凤看一看 这样的橙色和气味 绝对是下葬四五年的新冠 如果还不相信 可以打开棺木一探究竟 阮文凤心中百感交集 只能亲自开关掩饰 结果发现 里面竟是前总统的老妈 阮文凤有些不敢置信 可得知事情的来龙去脉后 他认定这就是哥哥的阴谋 为了阻止阮文凤 阮文凤决定和锦人合作 他们把阮文凤的保险柜 偷了出来 打算拿到里面的落出牌 奈何试了一圈 也没试出密码 此时魏斯里心生一计 商量之后 他们决定做一个一模一样的假保险柜 想办法把阮文凤引过来 等他输密码时 再从高处拿着望远镜偷窥 如此一来 锦人顺利打开了保险柜 独料刚拿到落出牌 就触发了里面的报警器 阮文凤发现有诈 开始追捕锦人 好在阮文凤拼死掩护 锦人才顺利逃走 不过前有狼后有狐 逃出来的锦人又被民兵抓住 好在民兵的目标也是阮文凤 于是在双方的合作下 锦人找到了霸王谢甲穴 魏斯里刚布置好炸药 卵文龙就已经得到消息 开着直升机赶了过来 两人在悬崖峭壁上 展开生死决战 魏斯里抓住机会 成功炸毁了穴位 掉落的两人 也因树枝的缓冲 没有受伤 随后经过一番追赶 两人又来到了府里较量 只是此时天色大变 电闪雷鸣 卵文龙拿枪 击中魏斯里的头部 刚要拿剑解决掉他 一道闪电皮下 直接击中了他 多年前的预言全部兑现 卵文龙也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暴虐得来的政权被夺回 而魏斯里也因为那一枪 阴察阳错治好了肿瘤 虽然有点扯 但电影却圆满结束 魏斯里之霸王谢甲穴 上映于1991年 是钱珈乐 李塞凤 胡徽中等主演的奇幻电影 电影对风水学的描写 很是细致 连带着剧情也很是离奇 让人不禁对风水学 提起无限的兴趣 那么你觉得 风水是封建还是却有其事呢 欢迎打赞评论区 和大家一起讨论 好了 今天的电影介绍就到这里了 求求大伙点个关注吧 你们的点赞 就是我们最大的坚持 孟德四九天天见 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好 부탁的 пок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